请二,据文汇报消息,今天晚间,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圣中国,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。 小年七十七岁,圣中国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。 代表作品有两主,曾被著名小提琴大师美女音称赞,她是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提琴协奏曲的最好的合作者。 圣中国一九四一年生一个音乐世家,父母养育了十一个孩子,其中十个音乐位专业,共有九人拉小提琴,因此这一家赢得了中国乐台第一名家的美丽。 圣中国是长子,自由社中外音乐的熏陶和严格的艺术训练,她五岁开始随父学琴,七岁第一次公开演奏, 九岁十五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她独奏的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等人的经典作品。 圣中国在国际小提琴界广受赞誉,澳大利亚ABC广播公司将来列入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的行列。 她于1960年赴苏联莫斯科采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,师从著名小提琴大师科港,1962年获得第二届财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赛荣誉奖。 1964年回国后,在中央乐团任督奏演员,1980年,她到澳大利亚的六个城市,举办了十二场音乐会,成为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 圣中国曾说,艺术家就要站在百姓这一边,圣中国和夫人赖田玉子曾每年表演上百场,他们行走世界各地,用音符播藏美的种子,夫妇二人经常同台演出。 他们珠连笔合的配合,在音乐界有情分和谐的美誉,网友道念,近水流深,8907,两主堪称经典,谢谢让我们欣赏到这么优美的旋律,满于小马克等等,就是看了一场他和夫人的演奏会,我才走上了小提琴演奏这条路。 一颗大牙,还记得小时候学行的时候,都是跟着圣爷爷和视频一起拉,今天一天走了两位大师,还有香声大师常宝华先生也离我们而去了,一路走好,恩的天堂从此有您有美的小提琴声。 半期间至,小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